虎卫老师好 虎卫老师好 大家好 首先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罗天华 今年36岁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您是什么职业 我是化妆师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魁梧的化妆师 一般来说化妆师好像都小巧玲珑的 你怎么会干上这一行呢 就是爱好吧 就是很喜欢 很喜欢 对 你是一个漂亮的胖子 谢谢 我也这么认为 36岁结婚了没有啊 结婚了 我宝宝现在7个月 很晚吧 对 慢婚 为什么会这么晚呢 其实可能就是一直想追求爱情嘛 那在我33岁的时候 其实之前没有被催婚 但到33岁的时候 身边很多朋友 亲人都会觉得 你真的是年纪大了 应该开始考虑相亲 因为每次相亲会都会有很多人 但是到那以后大家都会自我介绍啊 然后都会去关注的是对方的家庭 然后你的职业 挑挑剪剪 没相当是吧 对 没有相当 那后来现在的先生是从哪儿找着的 就是正要感谢我的好闺蜜 不是防火防盗 防闺蜜 我这个闺蜜是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因为我闺蜜跟我关系很好 我们都比较喜欢喝茶 养生啊 然后他比我大十几岁 望年闺蜜 后来就是他一介绍我就结婚了 什么 比较成功 他给你介绍的 是吧 对的对的 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 你闺蜜成了你婆婆 对 就是我现在的婆婆 这闺蜜好狠啊 是吧 所以说防不胜防嘛 那你先生比你小很多啊 对 比我小十一岁 你跟你闺蜜这两个女人都好奇怪啊 天华们 这个孩子从我跟他就是说 接触了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啊 我就觉得他为人特别实在 就是很真诚的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 你知道吧 然后就是我就想 我说 我说像你这个四十八爷 应该可以找个男朋友了 然后他就说 他对物质上是没有吸气的 就是要找一个男生要口靠的 要有责任感的 我就 然后我就想到我儿子了 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先这样 他说 我儿子马上退伍回来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你们都属于年轻人 你要么帮我跟他聊一聊 那我想那聊一聊可以啊 后来他就说 约我们一起看电影 那我想带着孩子看电影 得看个励志的呀 带着孩子看电影 得看个励志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帮着阿姨 看小猪可以骑吧 我又带他去看那摔跤吧 爸爸 摔跤爸爸 很励志 但其实他整场电影都没有看 他就一直在看我 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我长得美 他才看我 后来他说 哎呦 这个姐姐好像很有故事 从头哭到尾 一直在那里哭 你的闺蜜是有预谋的 对 看完电影就跟我说了 这个奇怪 就是一般来说婆婆都介意 自己的儿子找比自己大很多的女人 她怎么还这么极力地促成这件事情 优秀是一种习惯 主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年龄上真的不是问题 也不是像外面 这个冷卵的话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是不是 我说要合适你们两个 在谈的过程中 那就是合适嘛 不合适 就是再怎么签也是没用的 当时你遇上你闺蜜的这个安排之后 是觉得她在开玩笑呢 还是害怕吗 我会害怕啊 觉得这个男人太小了 而且我当时这样跟她说 我说你看你这不在坑我吗 我说等我到十年以后 我都快五十了 你儿子才是正当年的时候 我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啊 万一她到时候跟我说 她不喜欢我 周围一定也有很多反对的人 基本都是说 不行 不靠谱 肯定不行的 而且我妈跟我说 天华我是你亲妈 我才告诉你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喜欢一个胖子 那最后这事怎么成了呢 最后其实第一个来说服我的是我奶奶 因为就是我从小吧 受奶奶的影响比较重 奶奶就是我觉得她特别有智慧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身边的同学都说 天华我们一起去蒸桑拿吧 蒸桑拿减肥 然后呢我就跟我奶奶说了 我奶奶是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不应该去 但是呢她就用智慧的方式来给我解释 她说天华你不能听人家的 说你看奶奶蒸馒头了吗 蒸进去放进去的时候馒头是小的 蒸出来后馒头变大了 这蒸桑拿怎么能减肥呢 我觉得说她很有大理 明天明白这什么逻辑 太有道理了 太有道理了 我再听一遍 我再听一遍 蒸锅就是桑拿呀 这跟你谈恋爱有啥关系 就是因为奶奶给我的这些触动 是点很多的 然后我就一直很听奶奶的 奶奶时不时地会说出一些 很深刻的道理 你很信服她 对的 然后奶奶怎么说你的这个婚事的呢 就是有一天晚上睡觉 我奶奶就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天华啊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啊 女人都比男人长寿 我想这开场白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她说 我觉得小红姐的儿子非常靠谱 他比你小这么多 他能陪伴你的人生 那就是小红姐的儿子早死呗 她是这意思吧 所以就是 我奶奶就是这样子来劝我的 我们男人在他们女人的心目当中 就没什么好下场 不是 她的意思是说 想找一个使用年限 长一点的伴侣 对不对 使用 我们是使用年限 长一点 附老师 她奶奶真是非常讲科学 女士的平均寿命 比男士高好多 所以你这十岁差不多 对对对 所以奶奶这么一说就成了是吧 我说那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当时还没有让我下定这个决心 因为我还是觉得太小了年纪 所以 谢谢大家